今天呢这个视频有点特殊 我现在呢正在我的车里 今天是个星期五 3月31号 今天呢我也是这两天临时的决定 因为我自己的摸泡泡park呢 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处理 今天这个视频我想讲一讲 关于驱赶租客 或者让租客搬走的一些事情 因为最近呢我在我的微信群里面 也有不少的群友讲到了 他们想要驱逐租客 因为各种原因驱逐租客 那今天呢我就想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和我自己的一些经历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这次呢临时的去这个摸泡泡park 也是其中有一个原因 是有一个租客 我在2月底给他发了一个月的 让他搬走解除租业的这个通知 那这个租客呢实际上我在去年 想要把他赶走 我们也胜诉了 胜诉之后呢 当时因为这个mobile home呢是他自己的 当时呢我有些心软 觉得呢如果把他驱赶走呢 他就真的是无家可归了 另外呢他自己身体状况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当时我一心软呢 我就没有请这个罚警给他驱逐 当时我是想呢 让他能够有一个改变 如果他能够改变 我还是可以继续让他住下来的 因为他是准时交租的 从来没有这个欠租的问题 但是呢在这个几个月之中 他一直没有改变 另外呢他那边的状况越来越差 一个呢是他的这个后院 堆的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还有呢他最最主要的是 他在那边吸引了很多 不三不四的这样的租客 那其中有一个租客呢 是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警察对他是非常熟悉的 这么一个人物 他呢主要是偷盗 我在昨天又查了他一下 这个犯罪记录 他的犯罪记录一共有75个records 从大概20年前就开始有这个犯罪记录 总之呢他是一个我想要驱逐的租客 我自己的这个情况呢 可能跟普通的我们的房子的驱逐 有一点点不一样 上一次我发的视频就跟大家讲了一下 我要驱逐这个租客 当时呢有一些网友呢 就有一些问题啊 说Lillian你这个我没太听懂 既然是他的房子 你怎么可能把它驱逐掉呢 我呢这个因为是Mobal Home Park 我租的是个地 这个房子是他的 那么他租这个地呢 跟我是要签一个签一个这个租约 签租约呢同时呢 我们也要签一个 residential的这个tenancy的agreement 他视同我的一个租客 如果他违反了BC省租赁法规 我是同样可以把它给驱逐的 比普通的residential有一点点复杂的原因呢 就是说因为这个房子是他的 所以他如果搬走的话 他不光是人要搬走 他房子也要搬走 那在前几天呢 有一个住户 他跟我讲呢 他说他准备把房子卖掉 把这个房子也要拖走 他那个房子实际上非常非常旧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他能不能给他 就是安全的拖走 总之呢他给了我的一个信息 我也是挺惊讶的一个信息 因为我问他了一下 我说你介意不介意跟我讲一下 如果你要把这个房子 mobile home拖走 大概的费用是多少 因为我在几年前呢 曾经听过朋友讲过 说呢通常在mobile home park住的人 很少有房子把房子拖走的 第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这些人是低收入的这种人群 他们是没有钱的 当时我听说呢大概七八千块钱 是拖走的这个费用 那现在呢我问到这个租客 What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 猜一猜多少钱把一个移动房屋拖走 他跟我说了这个之后 我都真的是很惊讶 好关于驱逐这个事情呢 我在群里所看到的 大家就是房东想要把租客驱逐 基本上是几个原因 在我群里面的房东大部分是自己的房子 然后给出租给这个租客 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说 这个租客挺麻烦的 当我们就是用法律的程序啊 让租客走的 第一你要等很长时间 第二呢就是这个法庭能不能判决这个租客走 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有一些状况呢可能是不不构成说给他驱逐的 所以我也能理解这个房东们啊 觉得我想让这个租客走 那么怎么样尽快的让他走 那很多房东呢就想出一个办法 是什么呢 我自住 我就跟租客说 我要自住 然后给他发两个月的通知 这种情况下呢 实际上哈 除非除非 你是真的是要自住 而且你原来跟租客是没有任何的纠纷的 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你能够胜诉 或者说能够达成这个最终的这个目的的 但是一旦说你当时跟租客联系 因为各种原因想要让他走 没有办法让他走 最后你想 OK那我干脆给他发两个月的通知让他走 大多数情况下租客可能会去上诉的 因为他知道你当时让他走 并不是真正你要自住 而是说跟他产生了矛盾 所以我自己觉得呢 就是如果是想让租客搬走 我们最好不要用自住的方式 而且有一些房东呢 说我说跟他提出自住 那么我到时候我就把这个房子 我住在楼上 我楼下空一段时间 然后超过了六个月 因为不是说有一个六个月的限制吗 那我超过六个月 我再给他出租 你这种情况下是非常容易被这个租客告的 租客知道你不是成亲成义的是要自住的 而是要把他赶走的 而且仲裁官他们看到的这种case太多太多了 就是房东为了让租客赶走 然后说要自住 他们看到这种case太多了 所以呢这种做法是非常有风险的 好我现在呢我知道还有大概五分钟左右 我就要上这个ferry了 可能呢今天就没有办法跟大家继续录制下去了 总之呢其实最好的办法是防范 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租客在最开始筛选的时候 就把它严格的筛选出来 第一这个租客不能欠租 第二这个租客是人品没有问题的 通情达理的这个比较重要 当一个租客有问题 你筛选的时候没有筛选好的话 租客一旦住进来产生问题的话 是非常难办的 就是不光花时间你也花钱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呢 就是把这个出最初的筛选 作为一个首要的任务去解决 我自己经历的 我跟大家原来视频中也跟大家讲过 在我自己的出租这个管理的过程中 我也遇到了几个想要这个让他搬走的租客 但是为什么我没有上法庭 而且很快的基本上没有租金损失的让他们走了 就是因为在筛选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的人品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呢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有一些人啊 比如说他有这个酗酒的这个行为 然后呢他的邻居抱怨 最后我跟他去谈 最后呢他也乖乖的走了 那有一些租客呢可能是因为他的那个工作的变动 本来签了一年的合约 那没有办法提前走了 那这些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东西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没有任何一个租客是麻烦不交租 然后还不愿意走的 没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哈 最最主要的是这个筛选 把筛选这个关给他做好 如果大家愿意跟我来学习 如何有效的筛选租客 快速筛选租客 大家可以跟我联系来报我的这个课程 一定是会对你们有帮助的 好的现在呢 我今天因为马上要Ferry开始了 那么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真的期待4月15号 能够跟多伦多的朋友们见面 好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